大家好 今天是8月11日 星期五 市就連跌三天 其實由於指數昨天跌穿10天線 今天進了一步跌穿20天線 在技術上來說市已經進入了 升後的一個技術上調整 就是說早前大市是不斷向上 找升浪的高位叫續沉頂 現在這一刻已經處於沉頂之後的 正常的消化和整困之中 其實在這裡跟大家說了幾次 由7月5日的低位25,199點開播 去到8月9日高位27,876點 五個星期之內恆生指數是升了2677點 不是代表不會再升 但是有一個條件 你指數一定要繼續在10天線上 但是不幸已經是失手 就是說有一個初步見頂的形態 今天進了一步跌穿20天線 幾乎可以確定了大市暫時來說 已經擺脫了續沉頂的形態了 問題是要跌多少呢 要回多少呢 這就要看看移動線方面的表現了 剛剛才提到 恆子昨天穿10天 今天穿20天線 理論上現在比較防守性的據點 已經是退守到50天線 50天線看看大概是26,360點左右的水平 距離現在還有幾百點的 先說明是一個健康的調整 好了 到底要跌多少呢 其實這個範圍不是這麼大的問題 問題在哪裡 是要跌多久呢 因為一個技術上的調整事 例如這樣連續急升一輪之後 不會三兩天的 一般來說是以星期計的 兩或者四個星期 甚至乎會長一點點 如果那條50天線稍後失守呢 有機會慢慢進入一個叫做中期的調整 一去到中期調整 可能8到10個星期 甚至乎12個星期都不定的 這個就要下一層 大市怎麼走法 我們才知道了 那就是說呢 在現在這一刻 就不要看著高位的價錢 見到現在便宜下來 就拼命去追 因為事實上來說 升了這麼多 可能會深一點點的調整 情況就等於大市開始走了 你經常看著低位 覺得大市升很多 不追不追 不追不追不再升上去 就走失了機會 是一人道理而已 今天8月份的市 無奈了 現在真的有個先高後低了 高位是9日的27876點 低位暫時來說 現在這分鐘未收市的是3.7個字 今天最低見過26863點 就是說由9日的高位 跌到今天的低位 跌了1013點 首先第一 一個月的高低位 是不可能在兩個交易天之內出現的 問題就是27876點 如果是今個月的高位的話 低位應該是15號 18號 甚至20號才出來的 不會今天出來的 如果是這樣 即是有更加低的指數 還在後面 不管你跌的幅度是多少 多兩點 你都算是更加低了 會不會扭轉這個形態 由市又再向上找高位 世事無絕對 沒有說不行的 不過有一個條件 你恒指一定要先回到10天線路上 其他的什麼都不用說 如果你一日指數 還未能夠回到10天線路上 老老實實 聲後消化 聲後回吐的格局 是沒有變度的 至於你由8月9日開始的回落 到底會不會發展成為一個新的中期升浪 或者一個中期升浪呢 就要視乎50天平均移動線的支持 講了一大堆 代表什麼 代表現在不要重錘入市 就算要買貨 都不要急 先頂一頂一頂神 只要重貨那些 一早就要做風險管理的了 如果不做 可能到最後付出的代價會很大 好了 今天講到這裡